胡玉英是个身心备受压抑 而又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女人 她靠辛勤劳动 在芙蓉镇盖起了新房 却被化为妇农 成为斗争对象 在与江文饰演的右派分子秦淑田 一起每天去扫大街的过程中 渐渐产生了感情 两个同命相连的人的爱情 凸显了逆境中 人们对温情的美好追求 使得整个片子哀而不伤 刘晓庆与江文 无论角色还是演技 不禁突破常规 在当年可谓惊世骇俗 被称为经典绝配 芙蓉镇不仅使刘晓庆 获得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女主角奖 而和江文的感情萌芽 成为摧垮刘晓庆 第二次婚姻的导火索 我觉得很难不萌芽 因为他们一定就特别好 这两个角色 因为江文当时22岁 完全我都不知道 在合作这部片子之前 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演员 但是这个协计导演就介绍 他说是五分当中的五分 就是中央戏剧学院 最优秀的学生 那你当时有没有预计到 在一个传组的所谓的道德规范之下 这样一段恋情是注定要给你带来极大的麻烦的 没有带来什么麻烦 只是给我的老公带来麻烦 整个对于社会舆论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麻烦 而且还有在我们整个设置组 其实从谢敬导演到全组 都是很支持的甚至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男女主角 演这样的一队人物 他们两个如果是真的相爱 对这个片子是有根本性的好处的 所以以至于像姜文他有的时候去录音 有几句我们是同期录音嘛 有几句没有录清楚 就下雨就说跟胡玉音说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但是由于是这个后期录音呢 很难录到当时的情况 就即便都不是特别满意 后来谢敬导演就跟他就悄悄说 想想小庆 想想小庆平常的样子 一下就录好了 就利用这一点 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那如果他们是有 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当然是希望这个电影更淋漓尽致 更完美 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有过一次 这个婚姻的解体的一个 又是常常处于一个是非 漩涡当中的女演员 你肯定会思量过这件事 当然我是很拒绝的 对这件事情 但是你的最后的决定是 没有什么决定 没有什么决定 没有没有 完全不是 也是由于好多阴差阳错的原因 就推到这个地方 对 拍摄《芙蓉镇》的时候 刘晓庆当时已经是影后级明星了 而姜文只是刚毕业的话剧演员 但即使这样的差距 也没有阻挡两人对彼此才情的爱慕 最终 影片《芙蓉镇》在全国各地热播 荧幕上这对苦命鸳鸯的艰难爱情 延续和燃烧到了现实中 1994年 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 刘晓庆和姜文却平静地分手了 个性差异还是让缘分走到了尽头 随后的几年 两个人都在为各自的事业忙碌着 也各自有了新的情感归宿 他们之间一直保存着浓厚的友情 始终站在潮头的刘晓庆 无论是他扮演的角色 还是他本人 都经历了太多的聚散 如今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刘晓庆对于女人 对于婚姻的心得和彻悟 解读起来更加坦荡率真 无所顾忌 你有没有想把婚姻 也是作为自己一个感情的归宿的 看情况吧 反正这种机会是很多 我觉得我一生都在逃脱婚姻 我觉得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婚姻呢 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 照样有爱情 照样有所有婚姻的内容 而没有婚姻的智库 这是你什么时候想到的 好像一直差不多都是这样吧 我每次都是被人家追的追晕了 逼婚 那你结婚吧 都是这样 那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内心 其实很强悍的一个女人 所以男人们也会觉得很辛苦 跟你在一起 不辛苦啊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婆 我很会照顾人的 所以每一次 我觉得他们都会对我很怀念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知道 自己要什么样的感情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对对人性是一种 呃 约束 跟人性是相反的 嗯 就是婚姻这个形式 对人性来讲 其实是相反的 嗯 是不人性的 嗯 但是当然 到你年老的时候 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的小孩 也不是非要有婚姻 但是他 但是婚姻呢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对妇女是一个保障 生命中的男人来了 或者走了 他们有真的改变过你吗 改变 多多少少都会有吧 嗯 肯定会有 因为我觉得人都是 逐渐地成熟 嗯 经历一件事情都会很 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嗯 这个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 嗯 其实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 呃 具有男人的成分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是有能力给予爱的 呃 对 我还是我比较喜欢给予 嗯 我本身就不是说 不是说光是喜欢得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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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